而在去年11月台中一名送信男大生 因为行车纠纷 遭到马萨拉底三名扼煞 殴打成重伤 到现在还在复建 而三名嫌犯24号积压起即将建满 他们的律师也向法官提出交保请求 不过法官认为 被告三人先前积压的原因都还存在 因此裁定严压两个月 而送信男大生的妈妈也说 不会接受和解 希望法院尽早宣判 涉嫌殴打送信男大生的三名嫌犯 至今还收押在看守所 16号开庭三人律师 敬向法官请求交保 他们已经反省过了 检讨过了 为什么还会 会有这种这样子的言论 所以说我们会很害怕说 他如果出来之后 会不会给我们开个添价 给我们索赔这样 不过还好法官认定 三人的积压原因都还存在 因此裁定严压两个月 三名嫌犯交保梦遂 送信男大生的妈妈也不满 三人在开庭过程 看着打人的行车 进入其画面完全不当一回事 甚至企图 推卸责任 对方都变称说他们没听到 也说我儿子会跌倒 并不是他们用力推的关系 而是我的儿子自己本身 已经站不稳了 这种说法真的是让我不寒而栗 尽管现在送信男大生都有在持续附建 但心理造成的创伤是种压力 也是种牢笼 把自己关在家里 还好经过老师的鼓励下 二月份已经顺利回到学校 精神方面还有某些的一些障碍在 只要走出去到人群里面的时候 他都必须戴耳机 他没有办法去听到人群的声音 他觉得会很不安 至于先前被告三人曾提出五万元和解 后续也没再提 现阶段对宋妈妈来说 不会接受和解 是希望法院尽快判决 还给他跟儿子一个公道 借台中纵合不道